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领衔六部大女主剧,楚桥传在先收视热潮 赵丽颖已经占演技和独特魅力在大女主剧中独领风骚,从陆珍传奇到与凤行 她成功塑造了多个鲜活女性形象,展现了女性的坚韧与力量 她的作品不仅赢得了观众喜爱,更在演艺界树立了榜样 摘要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 有用 赵丽颖领衔主演的与凤行,近期在电视圈掀起了一番热议 早已是娱乐圈顶流的她,其实力无需多言 如今更是被誉为大女主剧统治区的佼佼者 众多网友纷纷表示,赵丽颖无疑是最适合演艺大女主剧的女演员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回顾她主演的六部大火大女主剧,感受她的魅力与演技吧 什么是大女主剧? 大女主剧为聚焦在女性主角身上的成长故事 该角色需要清醒且独立,不作为任何男性角色的附属 大女主明确知道自己想要达成的目标和成为什么样的人 是为自己的未来奋斗,而不是为了成全他人 这些女主角不一定开场就要多强大、多厉害 而是经历了挫折和成长后,迎来内心中真正的强大及稳定的内核 2013年陆珍传奇 赵丽颖因在新环珠格格和公所珠莲中的精彩表现而声明确起 2013年,她成功晋升为女主角,与陈小莲妹主演了大女主古装剧陆珍传奇 这部剧不仅让赵丽颖荣获最佳新人女演员讲 更让观众们见证了一个坚韧而独立的女性形象,陆珍 陆珍,皇商家中的大小姐,因一场追杀而被迫进入深宫之中 她从一名小宫女逐渐崛起,历经种种考验 最终成为一位高级女官,更是一代女乡,辅佐皇帝治理天下 赵丽颖所饰演的陆珍,不仅在事业上展现出惊人的毅力和智慧 即便在与陈小饰演的高战之间的情感纠葛中 也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个性和独立 当高战试图控制她的生活时 陆珍以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态度予以反击 当她仍轻视她的女性身份时 她毫不犹豫地反驳,展现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陆珍从不内耗自己,她以行动告诉世界 女性同样可以坚韧,独立,拥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如今,时隔11年,网友们再次回顾陆珍传奇 不禁感叹赵丽颖所饰演的陆珍不仅是一个事业型的大女主 更是一个拥有独立思考和坚定信念的女性 网友们纷纷笑称 10年前的陆珍简直就是反PUA大师 她的智慧和勇气成为了无数女性心中的楷模 赵丽颖的精湛演技和陆珍的鲜明个性相得益彰 使得这个角色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 2017年储桥船 2017年,储桥船爆火 不仅创下了全网播放量突破400亿的辉煌记录 更将主演赵丽颖的知名度推向了新的高峰 这部作品以南北朝西未年间的乱世为背景 细腻描绘了奴籍少女储桥 如何在燕北世子燕巡于宇文月的暗中庇护下 历经磨难成为青山院的谍者 并与宇文月并肩作战 最终推翻奴隶制度 共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太平盛世 赵丽颖所饰演的楚桥 虽身处逆境 却勇敢无畏 她以一颗英雄之心 踏上了正义的战场 这样的角色设定不仅让观众为之倾倒 更是为她赢得了无数粉丝的热爱 她身上散发出的萨爽英姿 与甜美面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却又如此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让人不禁为之赞叹 而在这部剧中 楚桥宇与宇文月之间那段轰轰烈烈 既甜蜜又虐心的爱情故事 更是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的一男评 他们的感情纠葛让人为之动容 成为了大家心中永恒的经典CP 赵丽颖凭借出色的演技和深入人心的角色表现 成功地让大女主的形象与她画上了等号 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的荧幕女神 2018年知否 知否 英式绿肥红兽 2018年 赵丽颖凭借知否 知否 英式绿肥红兽再度攀登事业高峰 这部作品以北宋中期为背景 细腻地描绘了圣家六姑娘 圣明兰赵丽颖式的生活 圣明兰 一个在家中历经生母被害 迪姆和姐妹凄凌的少女 却选择了隐藏自己的智慧和锋芒 在逆境中坚韧不拔 最终成功为母抱求 赵丽颖饰演的圣明兰 是一个充满智慧和勇气的少女 她以坚韧的意志和不懈的努力 在家庭中赢得了地位和尊重 在那个女性地位低下的时代 圣明兰即便嫁给了顾廷叶冯绍峰氏 也始终坚守着自己的信念 她告诉我们 这世上没有谁是谁的靠山 凡事最好也不要太指望人 大家各有难处 这些置地有声的话语 不仅展现了圣明兰的独立和坚强 更彰显了她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和智慧 这部作品通过圣明兰的成长历程 生动地展现了女性在困境中的坚韧和智慧 以及她们对自由和尊严的执着追求 赵丽颖的精湛演技和深入人心的角色塑造 使得圣明兰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的楷模和榜样 2022年幸福到万家 2022年 赵丽颖以精湛的演技再次征服了观众的心 她在现代剧《幸福到万家》中饰演了新时代女性何幸福 这是一个充满坚韧与勇气的角色 何幸福与丈夫一同从农村走向城市 在事业与婚姻 爱情与亲情的纷繁复杂中 勇敢地迎接挑战 不断磨砺自我 书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成长故事 何幸福 这个角色的名字就如同她本人一样 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执着追求 她耐心刻苦 虚心好学 勇敢真诚 对于生活中的不公与不平 她敢于发声 敢于反抗 如同一位无谓的战士 坚守着自己的信念与尊严 《幸福到万家》这部剧作 不仅仅是一部讲述个人奋斗与成长的剧 更是一部聚焦当代女性命运与价值的作品 在郑小龙导演的精心指导下 赵丽颖将何幸福这个角色 诠释得淋漓尽致 她的演技得到了大众的广泛认可与赞誉 郑小龙导演 这位曾指导过后宫甄嬛船的导演 再次用她的作品证明了她的才华与实力 她将镜头对准了当代女性的奋斗与成长 通过细腻的刻画与深入的挖掘 让观众看到了当代女性的坚韧与力量 也看到了她们在追求幸福道路上的坚持与努力 2022年风吹半夏 2022年 电视剧风吹半夏不仅赢得了观众的热烈喜爱 更让赵丽颖荣获中国电视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提名 这部作品 就像一幅生动的画卷 细腻地描绘了1990年代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 赵丽颖饰演的曲半夏 就像一朵在狂风中顽强绽放的半夏 用她的坚韧和勇气 在钢铁行业这个传统上由男性主导的领域里 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风吹半夏的成功 离不开其电影般的精致画面 扣人心弦的商战剧情以及演员们的精湛表演 特别是赵丽颖饰演的曲半夏 她不仅时尚漂亮 更拥有明确的人生目标和坚韧的内心 在商场上 她展现出过人的胆识和魄力 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而在爱情中 她与赵磊李光杰式的关系平等而独立 两人携手并进 共同奋斗 成为了许多观众心中的理想伴侣 这部作品无疑再次巩固了赵丽颖在演艺界的顶流地位 她用精湛的演技 完美地诠释了许半夏这个角色 展现了一个优秀演员的多面魅力 即使在众多流量新星崛起的当下 赵丽颖的光芒依然无法被掩盖 她用自己的实力和才华 证明了好剧本与资深演技的完美结合 能够创造出让人难以忘怀的艺术作品 2024年宇凤行 2024年3月 被受瞩目的新剧宇凤行 从官宣之日起 变话题不断 赵丽颖 这位古装剧的女神 时隔四年再度回归 与林更新携手再度演绎 仿佛一场穿越时空的浪漫邂逅 让众多网友为之惊艳又兴奋 宇凤行讲述了女王爷 沈黎与世间最后一个神军行止之间纠缠不清的命运 赵丽颖饰演的沈黎 是灵界贤猪而生的女王爷 她不仅个性鲜明 英气逼人 更以骁勇善战的形象 打破了传统仙侠剧中女主角柔弱的桎 她如凤凰灭盘 欲火重生 以崭新的姿态惊艳萍 令观众未知倾倒 赵丽颖的出色演绎 让沈黎这个角色焕发出璀璨的光芒 她以精湛的演技诠释了女王的霸气与柔情 让观众在品味角色魅力的同时 也感受到了女性的坚韧与力量 她展现了女子不仅可以成为运筹帷幄的一代女乡 也可以是商场上叱咤风云的商业精英 更可以是战场上英姿萨爽的女将军 楚桥船的成功再次证明了 赵丽颖在古装剧领域的卓越地位 她不仅以出色的表演技巧塑造了 深受观众喜爱的角色 还为整部剧注入了不可思议的活力与魅力 赵丽颖在楚桥船中扮演的许半下一角 成为网友口中的竞典角色 她的演技和魅力深深吸引着观众 使得剧集再次掀起了热潮 这六部大女主剧的成功 不仅是赵丽颖个人演艺事业的巅峰 也是整个行业的里程碑 她在每一部作品中都展现出了出色的表演实力和专业素养 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喜爱 在楚桥船中 她的角色呈现了令人难忘的魅力 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心弦 作为观众 我们应当对赵丽颖的努力和付出 表示由衷的敬佩与祝贺 她的成功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 更是整个行业的骄傲 希望她能继续保持优秀的表现 在未来的作品中继续展现出自己的魅力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演出 王一博主演追风者 时代年轻人的奋斗与成长 随着追风者在CCTV8黄金墙荡与爱奇艺的同步热播 这部由王一博 李沁 王阳领贤主演的时代青年成长大剧 已经引发了广大观众的热烈讨论和高度关注 聚集尚未播出时 爱奇艺的战内预约量便已经突破了200万大观 开播后的收视与热度更是势如破竹 无疑证明了其强大的实力与魅力 追风者讲述的是一个从江西走出的穷小子魏弱来 在上海滩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大都市中 凭借自己的金融天赋和不懈努力 在央行谋得一席之地 并最终成长为一名能够独当一面的国家金融人才的故事 在这部剧中 王一博饰演的魏弱来 以其鲜明的个性和坚韧的意志 成为了众多观众心中的励志典范 魏弱来 这个初出茅庐的热血青年 在经历了严苛的专业面试等考验后 终于得以进入央行 跟随高级顾问审途南学习 在这个过程中 他展现出了镇定自若 富有冲劲 拥有超强记忆力和推理能力的人物特点 他面对困难不屈不挠 面对挑战勇往直前 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赢得了同事们的认可和尊重 剧情紧凑 节奏明快 每一集都充满了紧张刺激的情节 魏弱来在央行的日子里 不仅要面对工作上的种种挑战 还要应对生活中的种种磨难 他历经各种不公与磨难 见证了国民党金融领域的腐败与黑暗 但他从未放弃过自己的追求和信仰 他逐渐从一个迷茫的职场愣投青 成长为一名有着坚定信念和明确目标的国家金融人才 剧集中的角色塑造也十分成功 除了魏弱来这个主角外 其他角色也各剧特色 为剧情增色不少 李沁饰演的女主角 与魏弱来之间展开了一段动人的情感故事 为剧集增添了不少浪漫元素 而王阳饰演的高级顾问沈图南 则以其深厚的金融知识和丰富的经验 为魏弱来的成长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和指导 在已播出的剧集中 观众已经能够感受到追风者所传递出的正能量和励志精神 魏弱来的成长历程 不仅是他个人的奋斗史 更是这个时代青年的缩影 他们面对困境不屈不挠 面对挑战勇往直前 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书 写着属于他们的精彩人生 同时 追风者也通过魏弱来的视角 展现了那个时代金融领域的风云变换 和各种势力的盘根错节 在这个复杂多变的金融网中 无权无视的魏弱来如何立足扎根 实现暴富 成为了观众期待解开的一大剧情谜题 而随着剧情的深入发展 观众也将逐渐揭开这个谜题 见证魏弱来的成长与逆袭 此外 剧集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深意和启示 比如魏弱来与哥哥之间的深厚情感 以及哥哥重伤难遇 对魏弱来今后道路的影响等情节 都让观众再感动之余 思考着家庭 亲情与人生选择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 追风者是一部值得一看再看的佳作 他不仅有着扣人心弦的剧情和出色的演技 更有着深刻的内涵和启示 他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勇敢面对困难 坚持不懈的努力 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 而在这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里 我们也需要像魏弱来一样 不断追求进步 不断成长 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时代青年 追风者是一部凸显时代年轻人奋斗与成长之美的电视剧 而王一博在其中的精湛表演 更是为整个剧集增添了无限魅力 作为一位被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 王一博在塑造角色时展现了非凡的演技 将观众带入了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中 这部剧以现实主义风格为基调 深刻探讨了年轻人在社会变革中的挑战与奋斗 充满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关怀 王一博在剧中扮演的角色 不仅仅是一个普通人物 更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正能量的年轻人形象 他的奋斗历程和成长经历感染着观众 引发了共鸣 通过追风者 观众不仅可以看到王一博出色的演技 更能感受到他所塑造的角色 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和价值观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代 每个人都在追逐自己的梦想 努力成长和奋斗 正如剧中的角色一样 他们在困境中不断前行 敢于迎接挑战 勇于拼搏 最终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因此 作为观众 我们不仅仅是在欣赏一部电视剧 更是在感受一种精神力量 和情感共鸣 希望追风者能够引发更多人的关注和思考 激励大家勇敢追逐梦想 不断成长和进步 让我们一起期待王一博在未来的表演中继续展现出更多的才华和魅力 为我们呈现更多精彩的作品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 再见 请不吝点赞